這是一根位在石敏堂的木頭 上禮拜在石敏堂工作的修復人員婷宇貼著木頭吸了一口 哇靠,這很香耶 這木頭除了散發芳香外 因極其優良的耐久及加工性 廣受台灣工匠們的愛戴 它正是大名鼎鼎的福州山 福州山木材在使用百年後 顏色會逐漸轉為核色或深核蛇 又稱為武山 早期台灣林業資源豐富 為什麼很多台灣傳統建築還會需要用到福州山呢? 據台灣林業第28卷第三期描述 因為清嶺時期台灣林業的機具技術還沒有那麼精良 加上地勢俊俏和外來移民與高山原住民無良好溝通交流 多數對山內原住民民有恐懼,少有深入 在台灣通知中有段寫著 精台需要紫量,接購自內地,蓋雨避近半階,不敢抬罰 亦以內山無水路通院故言 在台灣很多傳統建築中 都能找到福州山的蹤跡 例如嘉義石敏堂 霧峰林家公保地園區 嘉義城隍廟 下次有機會到訪時不妨多仔細尋找看看他的身影